官员和国有企业员工被要求交出他们的护照 以防止他们逃离本国 俄罗斯政府扣押他们认为 有出逃风险官员护照的做法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 这项名为系统的调查指出 在2022年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俄罗斯机构、国有公司和国营企业的许多员工基本上无法出行 一些人直接被要求交出他们的外国护照加以保管 据称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俄罗斯议会几名议员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他们一月份在墨西哥和迪拜度假的照片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 这项调查发现 对与政府有关系的俄罗斯人的旅行限制 可能因人而异、因职位而异 那些与克里姆林工没有直接关系的人 能够辞去职务以保留他们的护照 我以为他们的护照没有能去几个地方了 还可以去墨西哥 和莫斯科关系近的不应该保留护照吗 和莫斯科关系远的反而可以保留护照 那就是证明你不够近 再近一点点护照就可以保留了 温暖和头 可以保留这个视频